其实吧,男嘉宾呢,在咱们这个爱的选择这里呢,是,可能是表现得小,那个优秀一点的,就声音也小,说话可能,压根我就这样,可能实际上吧,他没有,就说在这里边,就不会吧,就不会吧,咱们也没有体验过他,就是事实当中,就是现实生活,他的性格脾气是什么样,也不知道,谁在这里都想表现一下,就是那个优点那一方面,那个男嘉宾,我就是,我想跟你那个了解一下,说话,我呢,就想通过这个爱的选择, 就是找一个,就是,那一半就是对我一心一意的,不分心眼的,肯为我付出,为我花钱的那种男人,比如说,我喜欢什么,衣服啦,还是什么啦,他能真心的意去给我付出,牵手不见得就证明,你俩感情好,感情好,你在最后摸起相当不错了,就是说,不是钱,钱没什么,是的,如果就是,我跟你牵手了,我想喜欢什么东西,比如说是化妆品啦,衣服啦,一千两块钱, 比如说就是,一千一里的吧,你可不可以,就是说,卡都给你了,那不是,我说吧,哇,天哪,原来你是上交卡的,我对那玩钱没有看,我可没问你自己说的,挣钱也挺容易,你是那个不藏私心的那个,那个,那一半吗,还藏啥私心,你刚才他的那个,经历里面,钱都交出来了是吗,他把钱都交给了对方,对方呢,就不给他花任何钱, 你给别人花一包式,这些钱只能我花,和我娘家花,你们家花一份包式,这不就是,离了吗,不是,我刚,我特别想问一下,六号,姨,你今天咋跟钱杠上了呢,你应该是我们在场,所有女嘉宾当中,你不缺钱,你开着宝马,现在我就问一下男嘉宾,比如说,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真意,我知道,姨,你听我说,文文不理解的是啥, 你一定要拿钱考验他,刚跟他接触,刚相处,你就说,我相中一个一千多块钱的,他就给你买,他不给你买,他有啥问题吗,他就觉得感情没到位呢,你拿这个作为衡量标准吗,就看他舍不舍得为这个人花钱呢,看,就是,他对他呢,六号的意思,想,试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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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投石问路,那我感觉这个社会,钱要验证不了一个人,那没啥能验证的,空谷说,男孩谁都会,男孩做师也会,这是最实地的东西,因为是二号嘛,是不是,男孩有钱啊, 我喜欢的东西,你舍不舍得给我买啊,钱也能办这事吧,你感觉办不了,不,但是,钱,得是感情基础的基础,没有钱,寸不耐心,警惕,那是警惕,对啊,那你不,咱们,咱们今天,比如说要20岁行,说什么都不谈,到咱们这个年龄,就应该要给我感觉,给我感觉应该面对现实,吃不饱饭,咱们现在也谈不了,什么都谈不了,就因为这个年龄,折腾不起啊,对啊,但是我还有一个,从小总结的经验, 就是,我觉得,我也愿意向你吃小厨买单,因为,因为姐小厨在旺季的时候,追求我的人特别多,男生请我吃饭的特别多,你请我吃一顿,我必须请回去,你万一你有什么非法,非法,非分之想,对啊,非分之想,到时候那怎么办呢,对,解怨,欠别人人情,那你没有经济基础,你怎么去面对,还有一个就是,你什么哥们感情,你什么夫妻感情,亲情,都得用,都得用经济实力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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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说那些起高调,那些没有,没有意义,不是,你那个,啥经济书,我那,你钱都在那忙,啥经济书,我就,我说的这个意思,就是,你刚才不说,接你上句话,哥哥,你不说,那两人感情好,不能用钱去衡量,必须用钱去衡量,因为,因为,因为你,你所有的表现,你都得去,看你,舍不舍得花钱,这钱不一定说,你上万,上亿,有心情就行,你买十块钱的东西,对不对,那你得花钱买,就我说这意思,没有钱,寸步难行,钱现在是好, 衡量所有事情的标准,你给朋友的花钱,你给哥儿媳妇的花钱,那我刚才看你说话都不敢说,我就替你着急了,对吧,不可能,你看我刚才问你,你看我刚才问你,我说我这个,十年,那你从表面上看,我绝对不会,就是,就我妈出来,就是说,哎,你别看咱们没有工作,自己养活自己,千万可别提,要谁养啊,你怎么怎么样,下来都说都不敢说,我刚才提那个问题,我就说,你看我,我将来怎么怎么样, 哎呀,那可以再考虑,旅游呀,后,这什么后鸟的生活,都可以再往排十年之后去,我们说了,十年之后多大了, 其实大家聊了这么多,就是,女人的点嘛,就是女性朋友的那个点,其实不在你说的那个点上,就同一件事吧,你说的是这个点,但是人家女嘉宾探中的是那个点,明白的意思吗,主要就是啥呢,女嘉宾跟您提问,说我再继续奋斗时间,你能不能等我, 实际的意思,她想听到的答案是,你还干啥十年呢,我养你十年,对呀,但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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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只要咱俩肯定好,西亚生还不一定的,对,这个事吧,就是,我不知道她究竟怎么想的,我脑袋又转不了那么快,嗯,她就是说,两两好,的话你就直来直去,对吧,别要玩,我想,我想,我想,不干了,不干就不干了,够话就行,不要要玩,考验我,你现在,你说六七七十年,你想,你再活十年,三千多天,嗯, 嗯,你想,想明白,还活多少天,对吧,你留钱有用吗,没用 机会